这匹马想生孩子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在宽衣的少女 少女突然说 你要是个男人 该多好就可以保护我了 这难以理解的人马链 源自于少女在歪六马时 娇柔高挑的身材 引得两个强盗垂涎 少女吓得转身就跑 两个强盗不依不饶 左右围堵在少女两侧 其中一人直接跳到他身后 成器不被对少女开游 为了挣脱恶心的怀抱 少女摔下了马 拼命向前逃跑 身后的男子紧追不舍 还是没能挣脱强盗的魔爪 少女被扑到在地 另一个强盗看同伴抓住了少女 赶忙脱下衣服 准备加入战斗 身后的白马突然上前 将他踹翻在地 另一边正在干坏事的强盗 也被对着脸赏了一提子 当场断了气 少女翻身起来 看到脸被踢得模糊的强盗 和守卫在旁边的白马 由此断定这匹白马是有灵性的 英勇保护自己的行为 很可能是对自己有别样的情感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少女经常轻易地抚摸着白马 又毫不避讳地在白马面前 解开衣服冲洗身子 白马果真一动不动地盯着她 她也常在白马面前 倾诉自己的心声 少女不经意间土路的心声 让白马的眼神变得炯炯有神 当晚就着急地在马厩里转圈圈 熟睡的少女被白马的动静吵醒 半梦半醒间 将手锤在白马头上轻轻安抚 白马瞬间变得温顺 但是下一秒竟然冲破房门 直冲冲地向外跑去 少女听到动静 连忙翻身起来去追 大声地叫喊着白马的名字 小龙 小龙 小龙快回来 却没有任何的回应 整整找了一夜 还是没能领回白马 这下不仅被派到战场杀敌的父亲 杳无音讯 连唯一作伴的白马也丢了 少女十分沮丧 看见家中的奶妈 少女赶忙拉着奶妈去马厩 伤心地告诉她 白马不见了 求奶妈能跟自己一起找 但奶妈可不觉得白马通人心 觉得不过是一只牲畜 如果真通灵那么老马仕途 自己总能找回来的 相比起来少女的终身大事才更心骄 奶妈跟老头一早就选好了人家 周公子是地方上的首富 身形样貌也十分出众 想必少女的父亲在的话 也会觉得这是一桩好轻视 但少女一直着急着要去找马 脑子压根没过这件事 就急吼吼地答应下来 拉着奶妈就往外走 两人寻了一天 还是没有结果 少女难过得茶不思饭不想 脑海中闪过曾经和白马 一起玩耍的画面 现在只能将白马的小玩偶 放在胸口思念 半梦半醒间突然听到 门外传来阵阵马蹄声 她猛地睁开眼睛 激动地跑下床去开门 可门外站着的却是 她从未见过的一个男人 这个少女有特殊癖好 每晚都要赤身在白马面前走秀 还要一边轻抚着马儿 一边对白马说自己要嫁给她 听完少女的话 白马连夜出逃 半夜屋外传来声响 一位身穿白衣的高大男子 正当少女疑惑时 男人已经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自如地朝屋内走去 冷不丁地询问少女 看着少女疑惑的眼神 男人补充说道 这时少女才注意到 男人衣服上印有白马图案 反映过来自己曾经对着马儿沉默 少女认出了男人的身份 娇羞地低下头 男人健壮 上前一步抱起少女 当即就和少女入洞房 少女大汉淋漓陶醉其中 却只有胸前的白马王偶陪着她 她猛然惊醒 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梦吧 少女怅然若失 她赤脚向外跑去 无论怎样叫喊 还是没看到白马的踪影 她彻底绝望了 终日躺在床上茶饭不思 奶妈不停地宽慰她 小龙她迟早会回来的 你的饭不能不吃啊 但不管怎么劝 少女都无动于衷 奶妈只好在出门前 将吃食给她留在桌上 突然门外又传来阵阵马鸡声 少女弹射翻身 三步并坐两步向门外跑去 一开门却把奶妈和少女都下抹在原地 只见白马身上驮着一具骷髅 定睛一看 少女发现骷髅身上 有自己亲自给父亲缝制的护身符 原来父亲征战后杳无音讯 是早就战死在沙场 少女悲痛欲绝 将父亲亲手埋葬 一旁的白马为了带回尸体浑身伤痕累累 但她的眼睛却只勾勾盯着少女 奶妈被白马的举动吓得不轻 回去和老头说起 老头觉得这哪里是只马 分明就是个妖怪 杀了他 赶快杀了他 奶妈虽有犹豫 但觉得老头说得在里 于是两人商量 来个先斩后奏 把马儿的死推到重病不治身亡 这样少女也不会察觉出来 说办就办 半夜两人悄悄潜入马厩 砍死白马后 还残忍地包下马皮 却不料这样的举动 要了两人的命 少女在梦中挣扎 不停扭动着身子 但另一位主角 竟然是一匹白马 春心懵懂的年纪 少女对着白马许诺 只要马儿能帮自己找回爹爹 就愿意和白马成婚 没想到少女的白马真的同理 真的将爹爹从战场上拖了回来 寻常人家哪能接受这么离谱的事情 奶娘跟老头觉得白马邪气 趁夜砍死白马包下马皮 少女醒来 看到的只有一张马皮 为了不让少女记恨 奶妈骗她说白马是伤势过重才死的 伤心地告诉奶妈嫁给白马的沉默 奶妈听完觉得荒唐知己 一个畜生哪能听得懂人话呢 奶妈劝少女放宽心 跳跳亮亮嫁给说好的公子哥才是正事 少女心灰意冷地接受了奶妈的安排 可正当收拾嫁妆的时候 身后的马皮突然动了起来 一鼓一鼓就像在呼吸一般 少女拿起马具玩偶 想着两人曾经快乐的时光 她抚摸着马皮筹续万千 将马皮带到户外晒干 这是她跟白马做的最后告别 小孩们看到马皮觉得兴起 纷纷跑过来凑热闹 少女忍不住吐露心声 话音刚落 地上的马皮忽然动了一下 把大家吓了一跳 紧接着腾空而起 发出怒吼 不断重复着我恨你我恨你 宣泄着对少女背叛承诺的不满 一群人吓得四散而逃 马皮静止向少女飞去 将她紧紧包裹住 等众人跑到安全的地方 才发现少女和马皮早已没了踪影 只能听见少女凄惨的叫声 循着声音找到一棵树 顶端吊着一棵成了形的残佣 少女则被马皮火狐包裹 在一生生哀嚎声中 煎熬得死去 电影改编自未经六朝怪异小说 六朝怪谈 由王菊金指导的奇幻电影 夸张地描写出少女与其爱马之间 一段异乱情迷的关系 白马信奉少女的承诺 一心想完成少女心愿 但却忽略了两人之间的差异 最终以极端的方式 惩罚了少女的食言 将自己和少女用残忍的方式 永远地捆绑在一起 据说少女扮演者 曾经是与林青霞齐名的大美人 你认出她是谁了吗